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組合S-17成員盧凱彤 於8月5日在跑馬地獄所墮樓身亡 結束32歲的年輕生命 Alan在今日下午在香港殯儀館設靈 Alan生前好有何韻詩 都是香港少數承認自己是同性戀的女歌手 兩人同王耀明感情好好 經常為爭取平權發聲 今早何韻詩在IG上再多張和Alan昔日的照片 阿詩寫著 不用怕就如平常那樣 僅僅抱著你陪你走到路最後 而今日下午舉行公祭 開放給公眾人士出席告別禮 讓歌迷送偶像最後一程 有約千名歌迷在殯儀館外 和渣華到遊樂場淪候入內 盧凱彤的靈堂擺放了大量花牌 靈堂招用了將Alan躺在小船的照片 靈堂上方的橫扁則以白底彩色碎花 拼成Rock字眼 象徵Alan的暨稱Rock妹 為雙余正平的花牌上款寫著寶妹 然後是夢中寮 下款就寫著寶咪 為雙余正平 A710成員 林二汶 王耀明 何韻詩則以家屬身份 向前來悼念的公眾致謝 靈堂另一邊箱放了很多幅 盧凱彤生前畫作 雖然大會指不接受鮮花 但有不少歌迷仍自攜鮮花放在畫作前面 向盧凱彤作最後道別 有歌迷離開殯儀館時傷心痛哭 約下午4時半進行傳媒公祭 站在最貼近Alan圍照的 是維雙余正平 她非常潮水 神情哀傷 之後進行親友告別禮 不少圈中好友到場送別Alan 同Alan份屬好友的陳奕迅夫婦 以一身黑白色打扮到場逗留了 約45分鐘後離開 神情哀傷 另外穿黑色裙 夾黑色外套的Semi 化淡妝和戴眼鏡道場 Semi老公許智安昨日51歲生日 她無懼紅白意識相衝 依然出席好友Alan喪禮 Semi離開時說 Alan真是好盡力面對她的病 好努力積極地面對 多謝她帶給我們的美好 期間崔健邦 黃遠芝 黃佑南 林珊珊與女兒西瓜 導演陳可新 趙張熙 余增 林欣彤 許廷鏗也先後抵達殯儀館 另外由林二汶 何韻詩 黃耀明等23人組成的治喪委員會 於場內準備了悼念盧海彤的場刊 裏面除了有盧海彤的相愛 亦有Alan好友的悼念文 亦有不少Alan與圈中好友合照 還有Alan為雙余正平多幅為Alan 親自操刀的生活照 同兩人的結婚照 長刊其中一頁寫著 天是過迷 地是回憶 我們在一起 希望Alan安息